hello 我是糖糖老师 hello with tommy 万圣节到了 所以今天糖糖老师想要亲指手做这个 就是我们的南瓜史莱姆 非常的有趣 那我们现在就来学怎么样做南瓜史莱姆 好首先我们会拿到一个瓶子里面装的魔法水 然后我们要先倒入我们的食材 再加入其他的魔法食材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变魔术变魔法要搅拌 让我们的食材先搅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搅拌好之后变成很硬很硬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我们拿出来之后它其实就有点半白色的感觉 那为了我们今天糖糖老师要先教大家做host 所以我还是帮它的颜色染成正白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把颜色滴露到里面 然后滴露进去之后我们再把它搅拌一下 就把它压进去压进去 一直不断的压进去 整个都变成白色了有看到吗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鬼鬼了 首先老师先把东西放旁边 然后把这个稍微打开一点点 把它铺的很大片像披萨一样 把它压的很大很大片 然后拿出一个容器出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它盖上去 盖上去就是有一个像鬼鬼的样子 然后再来我们就有我们装饰的东西 我们可以贴上眼睛 贴上眼睛 鬼出来了耶 贴上一个可爱的嘴巴 哇你有看到吗 好可爱的鬼鬼出来了 我看到可爱的鬼鬼老师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哦 耶 那再来第二个变化呢 因为刚好万圣节的什么东西也是白色的 就是money 就是木乃伊哦 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木乃伊 木乃伊其实我们就是一样把我们的先揉成一团 然后稍微把你的这个史莱姆压成长形的 用滚的方式 滚牙 大概像这样子长长的一条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棍棒出来 然后我们就绕着这个棍棒 重头重头重头 开始绕绕绕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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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你压糖压断了 就会有点像长形天犬卷 像木乃伊的形状哦 然后那一样呢 我们要帮他贴上眼睛 贴在哪里 眼睛在这边 好把我们的木乃伊贴上眼睛 然后眼睛 我看有没有不一样的眼睛 然后呢嘴巴 好帮他贴上嘴巴 嘿嘿嘿嘿 要变成一个木乃伊 有点像虫虫对不对 啊好 那我们变化完了 这个回归跟木乃伊之后呢 我们就来变我们最后的南瓜 南瓜是什么颜色啊 南瓜 南瓜是橘色的 好 然后一样呢 我们把它用按压的方式 把颜色上开来 橘色上开来 橘色上开来 我们要有魔法在里面哦 所以呢 老师就要放一个 噔噔噔噔噔噔哦 好可爱哦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饼干糖果哦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装饰你的这个南瓜 还有什么 可爱的球球 好多颗好可爱的球球哦 我可以把这个球球放进去 然后放到我的南瓜里面 让我的南瓜变成一个魔法南瓜 然后你再把你的这个东西呢 好 压进去 压进去 就看不见它了 哦 压进去 然后呢 我们就放在我们的什么 南瓜瓶上面 好 就把它放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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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可爱的这个 刚刚老师说的魔法球呢 铺在上面 铺在上面 让它变得很可爱 小饼干也可以放上去 或者是粉状的东西都可以帮我放进去哦 噔噔 好 你的南瓜这个南瓜瓶就会很丰富 有好多好多可爱的东西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要把盖子盖起来 起来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用纸张 也可以用布 也可以用黏土 我觉得黏土是比较好玩的哦 那一样我们就把黏土呢 压成一个圆形的 把黏土压成一个圆形的 压成一个圆形 你可以用滚的 滚的把这个压住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盖子盖起来 把盖子盖起来 然后呢 在上面做一个连连的金金的 像这个这个叶子上的角 或者是上面金金的金金的 哦 也是有没有很可爱 一样呢 你也可以在上面呢 贴上眼睛 贴上眼睛 好我们来贴一下眼睛 贴眼睛 贴上眼睛 好 贴上眼睛 眼睛 大眼睛 再来呢 就会给你一个什么 好可以挂着的 我们把它压进去 轰轰 压进去 好 你就有一个很可爱 很可爱的什么 南瓜水壶 可以带出门去玩哦 登登 好 好 希望今天呢 这个万圣节的 南瓜史莱姆 你会喜欢 下次呢 可以跟着唐唐老师 我们一起来亲自手作 各种不同的史莱姆哦 下次见 再见